大家好 扦插是我们在氧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繁殖技巧 那么扦插成功最关键的两个要点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保湿和杀菌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能够有效做好保湿杀菌的工作 能够让扦插更容易成活 生根更快 让你的扦插技术大大提升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保湿 那保湿我们要分为高温和低温的两个区别 如果是低温温度低于25度以下 这时候干湿循环会比较慢 那么我们在扦插的时候可以用炒土扦插 如果你是直接浇透水扦插的话 水分蒸发的慢 在盆土水分饱和的情况下 底部的枝条很容易发黑 所以我们用炒土扦插 然后保湿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塑料袋 把它整个套住全密封保湿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高温扦插 也就是温度高于25度以上 这个时候水分蒸发比较快 干湿循环特别快 所以我们在扦插的时候可以给它直接浇透水 但是我们在给它做好保湿的时候 就不能够全密封 而要给它处于一个半密封的状态 就像我这一颗 我顶部的是给它全部剪开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处于一个半密封的状态 平时可以经常给它喷喷水物来保湿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是全密封来保湿的话 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闷热的状态 这个杆就很容易发霉 发黑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杀菌 高温杀菌和低温杀菌也是不同的 温度低于25度以下 我们杀菌简单杀菌 或者说只是把枝条或者是机制做一个简单的杀菌 也就是用上这个多菌磷 给它泡一泡 喷一喷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直接用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枚磷来三变土壤里面病菌 我们再来扦插就够了 这样也不容易感染病菌 因为在低温的情况下 这个病菌是不太活跃的 但是如果高温温度高于25度以上 这个病菌开始活跃起来 我们这个杀菌呢 就一定要做到位 不管是机制还是我们的枝条 还有我们用的这个盆菌呢 一定要全面的做好杀菌工作 这样学会这两个小技巧 做好保湿杀菌的工作 你的扦插技术才能够得到提升 不仅是成活率还是发根率也会非常高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